你是在充电 对 我刚刚捡到你的表 它上面显示在充电 我就突然想到了很多事情 你也都看到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秘密 你是机器人吗 我不是机器人 我除了有一颗机械心脏之外 其他的方面跟普通人一样 只不过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故障 什么故障啊 如果我控制不好了话 心跳过高的话 我会防电 所以你弄坏汽车 电飞和声 还有我 我今天约你出来 本来就是想跟你说 机械心脏的事情 还有我们之间的事情的 机械心脏 现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所以我不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不过前几天啊 研制机械心脏的博士跟我说 他会在三个月之内 解决掉机械心脏所有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除了需要充电之外 我会跟正常人 完全一样的生活 我之所以让你等我三个月 就是希望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之后 我再跟你在一起呢 那你的心脏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十年前 我受了一次很严重的伤 怎么伤的 是一场车祸 我当时开着车 在山路上 看到前面有一辆卡车 撞到了小轿车 然后我就下去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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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车就把我跟小轿车 一起撞到了山崖下面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山谷里了 当时我旁边有一个小女孩 她卡在车里不能动 也看不见前面的爸爸妈妈 我明知道她的爸爸妈妈 很可能已经停止呼吸了 但我却不能告诉她 因为明天是小女孩的生日 你当时明明伤得很重 还在用最后一点力气 鼓励她活下来 还给了她一颗蛋糕上的草莓 许个愿吧 上日的时候 许的愿望都会成真的 对 是你吗 哥哥 是我 对不起 我竟然 没有认出你了 这十年 一直在找这个大哥哥 我想跟她说一声 谢谢 我也没想到 十年后 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遇见 如果不是有离别 怎么会重逢 以后 你再也不会很难了 想念 声音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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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有 我 你 不是 感觉不到疼吗 之前我放电的时候 你也没感觉啊 好 那我 再感觉一下 真的有电 怎么会这样 你会不会怕我 不就是漏电吗 我不怕 我不怕 以前在梦里 我都看不起你的样子 现在我终于知道 我的大哥哥长什么样子了 原来那句话说的是真的 所有的相遇 都是久别的重逢 那 我就先回家了 不然奶奶跟姑姑会担心的 你一个人可以吗 我一个人可以啊 如果不可以的话 你留差点陪我啊 我看你是真的没事了 我走了 我送你 去 皮尔不是说了 只要三个月是吗 是 三个月之后 这么不会落掉呢 那小年啊 我相信 我去找你